中国的英文读音 China 就是源自陶瓷在西方的发音 所以在很多年前 在西方的印象中 陶瓷背后的国家就是中国 郭沫若先生曾经说过 中国陶瓷发展的历史 就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 陶瓷只是一间器物 却是人类文明的一大步 工业化的时代 许多工作由机器替代了人工 但是陶瓷的制作 充满了灵性与不确定的美感 所以现在社会 依旧有人愿意用体温去温暖陶瓷 让陶瓷重新绽放光彩 财官有着二十年的陶瓷制作经验 每一个陶瓷产品都要经过一千三百多度高温烧制 加入澳洲进口鲤灰石和优质高领土的科学配比 多层加厚压住 造就了陶瓷产品 在烹饪过程中 即使反复的极热极冷 也不开裂 三百六十度环倍加热 立体索温 受热均匀 储存效果好 在制作过程中 也不涂层 不含重金属 有面均匀光滑 不会与食物接触 而有化学反应 随着现代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对养生与文化的追求 欲欲欲弱异 菜馆 以新颖的产品设计 良好的产品质量 和优质的售后服务 颠覆了人们 对养生厨房产品的认识 在传承中华文化 引领国潮时尚的同时 把更多的欢乐和健康 带给千家万户 传承至美 将心而至